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在以哈战争爆发期间 舆论都聚焦在中东了 俄乌战争一下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不过乌克兰战场并不平静 俄军好像早有准备一样 突然在顿涅斯克阿卡迪夫卡发动猛攻 但在乌军兼顾的防御攻势面前 在五天的时间里 俄军共损失了119辆坦克 233辆装甲车和4690名士兵 从俄军没有积蓄增派部队来看 这场战役已经结束 这是过去20个月里 俄乌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正面交锋 俄军惨败 同时10月17号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 使用了美国援助的 6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 对被占领的别尔江斯克和卢干斯克的 两个俄罗斯空军基地进行了精确打击 摧毁至少20架直升机 还摧毁了机场跑道和弹药库 其中在卢干斯克州 佩雷末日内 有5架卡5-2武装直升机 和1架米8直升机被摧毁或严重损坏 在扎波罗热州别尔江斯克 有6架卡5-2和8架米8被摧毁或严重损坏 这是ATACMS在乌克兰战场上的首秀 这个棋手势打得俄军心疼了 这么多武装直升机在地面被毁 前所未有 俄军的直升机在俄乌战场当中损失惨重 从开源情报网站的统计结果来看 可以视觉验证的俄军直升机损失数量高达97架 实际的损失应该会更高 其中卡5-2最多有46架之多 这就意味着俄军已经损失了四成左右的卡5-2 卡5-2既有被击落的 也有石架在地面被摧毁的 这次ATACMS的袭击就造成了卡5-2单次最大的损失 我在节目中已经多次提到过 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了 这次美国完全没有事件公布 就悄悄的把导弹提供给乌克兰 很显然泽连斯基和拜登演了一出戏 泽连斯基不会是演员出身 对演戏很在行 9月19号他访问华府的时候 还对外说拜登当面拒绝了他的ATACMS援助请求 虽然有媒体后来说拜登未来还会考虑提供ATACMS 主要原因是用来替换这种导弹的新型P-2SM导弹 还没有开始大量生产 美军需要保持ATACMS的库存 没想到战术导弹不到一个月就被用到战场上了 真是神速 乌军应该早就开始接受训练了 俄罗斯方面发布了袭击机场的武器残骸照片 证实乌克兰军队使用了ATACMS导弹 这些残骸包括导弹的推进段和没有爆炸的子弹药 大量信息显示 乌军发射的ATACMS是大约在1996年前后制造的早期型号M39 也就是布洛克一型 最大射程约165公里 战斗部里装填有950枚M74子弹药 每枚子弹药的杀伤范围达到15米 一枚导弹就可以覆盖大约33000平方米 这种极速战斗部特别适合打击机场和防空阵地等分散目标 效果远远超过乌克兰目前手中的风暴阴影等巡航导弹 这些巡航导弹都没有装备极速战斗部 位于别尔江斯克的俄军机场 对于南部战线非常重要 从这个机场起飞的俄军武装支撑机 尤其是卡5-2极为活跃 能够在乌军便携式防空导弹射程之外 发射反坦克导弹进行攻击 对乌军重装备威胁很大 陆军战术导弹长4米 直径610毫米 弹头重500磅 也就是230公斤 它的发射筒和海马斯的6发火箭发射箱一样大小 陆军战术导弹有多个衍生型号 包括早期的MGM-140A也被称为M39 以及MGM-104B也就是M39A1 它们的射程都比较短 不超过165公里 可以携带M74急速炸弹弹头 2001年开始MGM-168投入使用 携带单个500磅穿透式高爆弹头 射程增加到了300公里 它是美军的现役型号 这次ATACMS完全成功的袭击 原因可能有多种 既有俄国不知道战术导弹已经进场了 自己完全没有准备 也有可能是机场的现有防空系统 还不具备反导能力 俄国防空系统尤其是S-400 能否有效拦截ATACMS就成了焦点 包括S-400在内的俄罗斯防空系统 理论上具备拦截ATACMS的能力 但到底行不行还得看实战 乌军的爱国者已经证实了自己的实力 承受住了俄军匕首和伊斯坎德尔M等多种型号弹道导弹的饱和打击 乌克兰军队虽然拥有英国提供的风波阴影和法国提供的斯卡普一技 但这两种最大射程300公里的导弹 更适合打击俄军指挥所和弹药库这类硬目标 而对付俄军大型防空阵地时 尤其是对付S-300或S-400防空系统时 配备极数战斗部的ATACMS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因为大型防空阵地的分布非常广 配备高爆战斗部的导弹需要发射很多枚才能造成足够的破坏 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 美国政府首批只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20枚ATACMS导弹 而乌克兰军队在对俄军两个直升机机场的攻击中 就一次性发射了6枚 不过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 武加大楼还有大量早期型号的ATACMS 而且都已经将它们淘汰 海马斯和M270火箭炮发射的制导火箭弹 最大射程只有80公里 在俄军将弹药库和前线指挥所等后撤后 海马斯和M270火箭炮的效果受到了很大影响 但是ATACMS导弹的到来 意味着原本已撤出海马斯火箭炮射程范围的 俄国指挥所和弹药库又变得不安全了 乌军总参谋部极为推荐对俄军的纵身打击 认为这要比前线战斗更能有效的削弱俄军战斗力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ATACMS导弹 尤其是射程更远的型号 还有德国政府是否也会提供金牛座巡洋导弹呢 直升机部署在距离前线这么近的机场 就是因为它们的航程比较短 只好靠前部署 陆军战术导弹进场之后 俄军会让直升机后撤到更安全的距离 也许要距离前线300公里或更远 这对于飞行距离短的武装直升机来说将非常致命 很可能无法支援前线了 卡五二和米二八的航程都是1000公里出头 如果全副武装的话 航程还会大打折扣 武装直升机往返600公里去前线的话 不仅载弹量会大幅减少 在前线停留的时间也会非常有限 前线俄军很可能就无法获得直升机的掩护了 这次乌军的导弹攻击 一下就摧毁和重创了10架以上的卡五二端文厄 可谓战果辉煌 虽然不同机构的统计数字有所不同 但俄乌战争以来 卡五二武装直升机的战损至少在46架以上 俄罗斯空军装备的武装直升机规模来看 大概有400架 其中卡五二和米二八各占100架 其余200多架是米二四三五系列 以目前的数据来看 俄军已经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一左右的武装直升机 这个损失力应该会影响到五直机队的运行了 米二四三五系列直升机因为太罗后 俄军已经基本把它们当作运输直升机来用了 米二八N虽然先进 但是数量太稀少送到乌克兰战场的少之又少 而其他的米二八不知道是妥善率低 还是运营成本高的原因 入面的机会也不多 俄军更移重卡五二 卡五二成了明星直升机 俄国电视台在采访卡五二生产厂商时 厂商主管说卡五二的年产能在30到40架左右 但我高度怀疑这个说法 米二八和卡五零都是苏联末期设计并试飞的武装直升机 从1990年代开始投产 但直到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 他们的保有量也只是各有100架左右 很显然他们的年产量应该是个位数 高峰期也不会超过20架 另外西方的全面封锁 是否会影响这两种直升机的生产也不得而知 因此这种产能应该远远补充不了战场的损耗 由于俄军没有战场的制空权 因此俄军战斗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 为了躲避雷达的侦测 都要低空飞行执行轰炸和攻击任务 这就容易遭到乌军地面单兵防空导弹和防空炮火的攻击 这也是直升机战损率高的原因之一 乌军已经获得了多个国家援助的便携式防空导弹 有德国军援的苏联真式防空导弹 有美国的独刺 英国的星光 瑞典的火流星 法国的西北风 还有乌克兰自己的箭式防空导弹 这些健康式防空导弹 不只是击落过各种直升机 还击落过苏34、苏25这样的战斗轰炸机 另外俄军落后的反坦克导弹 也是武装直升机战损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国武装直升机发射的反坦克导弹 大多是激光架数制导方式的 例如9K114风暴 9M120冲锋 9K121旋风 9K127涡流等等 激光架数意味着 飞行员准备发射导弹 一直到导弹命中 都必须将激光瞄准器对准敌防的目标 美国第一核导弹早期型号也是激光制导的 但从1990年代开始就改为毫米波雷达制导 实现了发射后不管 俄军直升机在发射激光架数反坦克导弹时候 为了时刻保证激光照射到敌防目标 直升机本身就不能大幅移动了 最好悬停在空中 因为一旦移动 激光波数的发出位置变动 飞行中的导弹就可能找不到激光波数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乌克兰战场上 我们看到大量的俄罗斯直升机 长时间悬停在空中 就是因为他们在试图瞄准和发射 自己的反坦克导弹 直升机和普通士兵不一样 普通士兵发射导弹在田野上 草丛中 树林里面 别人一般很难发现 你瞄准发射需要一分钟或更长时间 没有问题 可是这么大的一个直升机 在空中停半天 自然就成了敌方攻击的目标 因此就有了乌军用斯图格纳P和标枪反坦克导弹 击落卡五二直升机的战绩 为了避免被击落 俄军的武装直升机 采取了向上方发射火箭弹的 抛物线方式来增加火箭弹射程 然后快速脱离战场 但这样的话 火箭弹就很难准确命中目标了 只能碰运气了 卡五二还有一个被广泛宣传的功能 就是它是目前唯一配备弹射逃生系统的直升机 但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 却很少能看到卡五二飞行员弹射逃生 这是什么原因呢 按照正常操作 卡五二在启动逃生系统之后 爆炸螺栓会首先按顺序炸掉六片悬翼 以避免悬翼对飞行员造成伤害 然后安装有巨能装药的导报所 会炸碎厚重的防弹剥离 最后一个火箭发动机将飞行员从座舱中拉出来 飞行员在离开座舱后 就可以放出降落伞逃生了 官方数据显示 完成整个逃生过程大约需要2.5秒 弹射高度范围从0米到5000米 速度范围从90到360公里每小时 不过卡五二的弹射逃生系统 其实并不先进 跟目前先进战斗机上的00弹射座椅 完全是两回事 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火箭带离式救生座椅 工作原理与老旧的米格21战斗机上的 带离式弹射系统有点相似 当年米格21的带离式弹射座椅 就以不靠谱和高失败率而著称 经常导致飞行员死亡 卡五二的弹射救生系统非常复杂 而且对直升机的飞行状态限制也非常多 并不是零高度零速度的座椅 它不能在任何角度下弹射 倾斜角过大就无法弹射了 由于每名飞行员只有一个代理火箭 弹射后也不能进行姿态调整 卡五二的弹射救生系统只能说略胜于无 这或许也是俄军在战争中损失了数十架卡五二 却极少看到有卡五二飞行员 启动弹射救生系统的主要原因 如果有可能的话 飞行员还是尽量选择迫降逃生 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防空武器 直升机的生存能力确实堪忧 而俄国电子系统和空射武器的落后 更让直升机的弱点暴露无遗 这也是俄国直升机战损率高的原因吧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请继续关注马克时空 咱们下期再见